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清一下鸽子的球虫 不要小看球虫哦 球虫对我们鸽子的磁鸽 特别是磁鸽 对我们鸽子敞当的质量影响很大 为什么说 为什么说很多人的小鸽子 胃着胃着就胃僵了 这个也很大程度 跟我们的球虫是有关系的 还有一些粗壳慢 导致胚胎发育不好的 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跟我们的 球虫是挂钩的 所以在配对之前 球虫是一定要清理的 这个不可以大意 现在天气比较凉爽 用那个对水的 对水的鸽药的话 很多鸽子吃的 它喝的不平均 所以现在 像这种 这一季 就是秋天这一季调理 总割我们大部分都是用 颗粒的 就是要玩类的 然后一个一个的胃 这样子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它清理的会比较干净 我们现在用的是赛巴斯的 赛巴斯的球虫 量用两天 我 我现在要开始用药了 这个用药的过程 我们就不拍了 就是这种小药丸 颗粒转的 要玩 然后每一个鸽子 就像我们胃体内虫那样 每一个鸽子用一定 就用一粒 塞到嘴巴里去就可以了 今天用药之后 明天中午 我们继续再用一天 然后两天的用药时间 最少是两天到三天 我们总哥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给他两天药就可以了 很多哥有质疑说 我们总哥 一下子用了那么多药之后 要配对可以吗 但是这些都必须要使用的 一个能够 影响我们小鸽子 做一出来小鸽子的健康程度 当然我们用完药之后 要给他们排毒 排完毒之后 再来配对 就不能太着急配对 不是说当纯的 把所有的药都用一遍 直接就可以配对了 这样子反而 长流太多的话 也会对我们的小鸽子 造成不利的影响 而且我用药的话 算是比较少的了 平时的话基本也不用药 然后调理的话 我都会针对一些 比如会影响我们鸽蛋的质量 会影响我们小鸽子的发育 就当纯的把所有的药都用了 有些能不用的 还是可以不用的 像我这匹鸽子 呼吸道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呼吸道的药 就不打算用了 好了 我们先去用药吧 这个就不录视频了 时间太 时间太长了 我们就不录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大家的 关注跟支持 开始用药